大年初四接财神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财神高 金玉满堂的做法 超有过年的气氛 准备一块南瓜 先去掉外皮去籽 然后再改刀切成片 放到蒸笼上 蒸上10分钟 彻底蒸熟 蒸好以后呢 把它放到碗中 给它压成泥 趁热加入糯米粉 最后呢 把它活成这样软硬适中的面团 先搓长 再下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准备一把去核的红枣 洗干净就行 不需要提前泡 用剪刀从侧面把它剪开 然后拿一个小剂子把它拖圆 再把它牢牢地夹在大枣中间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摆入盘子中 放到蒸笼里 大火蒸15分钟的时间 蒸到表面透亮 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 下面来调一个料汁 搭配咱这个金玉满堂 超好吃 两勺酒酿 两勺糖桂花 半勺玉米淀粉 加入少许的水 给它搅开 一直熬到呢 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直接将它淋在红枣上 一道超美味的柴神糕 就做好啦 中月初四接柴神 份软糯香甜的柴神糕 送给大家 颜色金黄 软糯拉丝 寓意着新年裁员广进 收获多多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做起来吧 我是小宁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明天见啦 感谢您的关注